大家好,我是美如小舍 前两天炸的是莲菜肉丸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肉丸汤的做法 汤鲜味美,营养美味又好吃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准备一把粉丝放入盆里面 然后加入凉水进去浸泡一会儿 把粉丝泡软 另一个盆里放入一小把的干木耳 加入热水进去浸泡一会儿 把干木耳泡开 再往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打散备用 下来煎鸡蛋皮 把锅烧热后转最小火 然后舀两勺鸡蛋液倒入锅里面 这样转动锅 让鸡蛋液在锅里均匀的摊开 把鸡蛋皮煎熟 煎熟的鸡蛋皮拿出来放在案板上面 然后将鸡蛋皮切成宽一些的条 再斜着切成小片备用 这会儿粉丝泡好了 将粉丝冲洗干净 拧干水分 再将粉丝切的短一点 然后准备需要的配菜 准备两根火腿肠 将火腿肠斜着切成小片 再切几片生姜片 全部切成姜丝 切小节葱段 斜着切成葱丝 洗一小把香菜 将香菜切小段备用 木耳也泡好了 将木耳上面的成土冲洗干净 然后把木耳倒进开水锅里焯水 木耳煮两分钟就可以 将木耳煮熟后 控水捞出来备用 锅里倒入少量的油烧热 加入青姜进去炒香 再加入超过水的木耳进去翻炒 然后倒入多些的凉水 进去烧开 锅里水烧开后 再准备一碗提前炸好的肉丸 倒进锅里 加入切好的火腿肠 进去搅拌均匀 这里的肉丸子火腿肠木耳都是熟的 煮大约5分钟就可以 5分钟后 往锅里加入粉丝进去 再加入盐调味 加一勺白胡椒粉 加点米醋进去 用勺子加碗均匀 最后加入切好的鸡蛋皮 进去关火 加点葱花和香菜末进去搅拌 出锅前再加少许的香油 加一勺鸡精 进去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丸子汤就做好了 里面有肉丸子 木耳 粉丝 鸡蛋和火腿肠 熬好的汤味道鲜香 营养丰富又好喝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点赞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